大家好,欢迎收看《澳矿见闻》,我是华健,这一期我们讲一讲澳洲的顶级富豪和他们的矿业公司与中国的关系。 在澳大利亚刚刚出炉的富豪排名榜之中,排名第一的是我们看到的中间靠左的这位女富翁,她叫Gina。 排名第三的是在照片中和我们的总理握手的这个人,她叫Andrew Forrest,她的澳洲排名第三。 排名第八的是叫Civic Palmer,就是黄色背景的这个人。 这三个人都是和中国有关系,和中国,向中国大量出口煤、铁、铁的公司。 右下角呢,是利托公司。 利托公司这个公司也是和中国有很多的业务交集、贸易,和向中国出口链、铁、铁。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三位富豪和澳洲的一个顶级矿业公司和中国的关系。 这三位富豪都向中国出口煤、铁、铁。 头两位还出口牛肉,这是他们的创新产品,这是04年还是零几年和中国的一个创新。 这位女富豪是向中国引进了第一批活牛。 然后呢,第二位的富豪,她是向中国出口了就是牛肉。 在与中国的合作过程中呢,第一富豪呢,合作算是顺利。 第二位这个富豪呢,她叫Andre Forrest,她和中国的合作是非常顺利的。 因为她和中国在0607年的时候,她本身还是个小公司,十几年下来之后,她的个人成就已经达到了澳洲的第三个首富。 公司运转的也是非常的好。 她个人形象的塑造非常成功。 她在中国有疫情的时候,她向中国捐赠了很多物资。 她在澳洲疫情严重的时候,她又从中国买回来90多吨的医疗物资。 所以说在这两个国家出现疫情的情况下,她都非常做得是非常到位,起到了一个企业家的作用。 她也是调节了国家之间的关系。 她不仅是在有矿业,她还在中国生产自己的专门运输矿粉的船只造船厂,也是很大的。 她和中国在这儿的矿业、港口、码头、运输的合作都是非常成功的。 第三位呢,她叫Civic Paul Moore。 Paul Moore和中国中信合作的时候,由于开发的时候,对环境的影响导致了他们的合作项目暂停。 现在打的官司也打得非常大。 Rio Tintor呢,也出了一个利托案。 但是基本上基于是个人的,他们员工在中国的个人案件并没有影响到这个公司和中国这个矿业的关系。 他们的公司合作还是从一个外人来给他讲,从一个普通人讲,从观察的社会上的关系来讲。 Rio Tintor和中国的合作还是在继续。 所以说,这三个人和这一个公司里面,第二位这个人的公司非常好。 现在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是说,我们讲一讲,都在疫情情况下都会有矿业利润损失的情况下, 哪一些人可能会和中国的矿业继续好好的合作,并得到中国的配额甚至是更大的利润。 你会和中国人的监独ются一个问题吗? 那是两个人,是两个人感觉。 私所思考人会和中国人感觉。 我叫你,我现在跟中国人感觉。 我反应了对着这ングине,你会转称的话。 所以说,我们不想要等于是这个图案和健身心。 好了,我们的先计划。 好奇董地安保护和圣诇的革命的角称。 随着石油站的展开 石油的价格不断下降 而中国呢 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都在稳步的增长 所以说在疫情之下 中国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量并不是那么大 唯一有可能的 中国将澳大利亚购买的那只有一个煤炭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在这疫情之下 复工运输 其他条件综合考虑之下 有没有可能中国继续向澳大利亚购买煤铁 这些基本材料 在相关的一些媒体报道中 我们已经发现了 中国和澳洲的天然气合同的一些项目 中国已经引入了一些条款 将合同取消 取消的原因呢 就是说一些不可抗的原因 和对世界贸易造成灾难下的影响 取消当然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延迟 一种就是真的取消了 直接就不买了 有些就是延迟推后 稍后一些再买 当然无论如何对出口都是产生的影响 都是立即生效的 我们来看一看 在煤这一方面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还继续向澳大利亚进行采购呢 我们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公式 就是中国的生生产用电 恢复的工业量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对煤电的需要 以及中国煤炭供应量的恢复 还有中国煤炭运输交通的恢复 这两个值的差值就决定了 我们是否会进口一些煤炭来解决电力 和煤炭的供应的问题 我们的东南沿海城市正在积极的进行复工 而复工所需要的能源 大部分是来自于火力发电 据2018年的统计结果 中国的火力发电占总电量的73.32% 核电占4.3% 其余为水力风力太阳能总发电的一些总和 从发电结构来看 中国火力发电量达到了 49794.7亿千瓦士 比去年同期增长6% 约为全国总发电量的73.23% 占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其中山东省的火力发电是全国第一 水力发电排名第二 全国为110027.5亿千瓦士 约为同期全国总发电量的16.24% 其中四川省为中国水电的第一大省 那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复工的情况 根据3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 江苏省全省调度日用电量最高用件复合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反映出江苏生活已经达到了去年的用电量水平 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 江苏全省入定量将去年同期增长6.64个百分比 而第一第三产业用电量分别同期增长了7.9个百分之三 第二产业虽然比同期减少百分之0.8 但用电量已超过百分之74.6 是拉动全省用电量增长的主力 根据江苏电力抗疫复产电力大数据平台测算 江苏企业复工面积已经达到去年同期的百分之77.7 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保持高速增长的状态 而广东省的最高电复合用电量增长也超过去年同期 此外南方电网的数据显示 广东省统条最高复合3月25日达到8191万千瓦 比去年同期增长0.38% 其中广东深圳东莞统条最高复合均超过1000万千瓦 同时全省全社会总用能量15.3亿千瓦时 比去年同期增长1.5% 而最高复合 以及用电量均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如果还存在中国向澳大利亚购买煤矿的机会 我会看好Andre Forrest这家公司的 因为他在中国疫情的时候 在2月份的时候向武汉青山慈善总会捐赠了100万澳元 用于支持位于冠状病毒爆发中心的医疗工作 这笔资金把Andre Forrest集团的长期客户 武汉钢铁有限公司拥有的武钢体育中心 改造了一个拥有388个床位的方舱医院 以治疗感染了病毒的病人 Forrest公司在这个时候向中国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因为他们正与国际社会一同面对重大的挑战 而武汉当地居民和健康和安全也是重中之重 他们很高兴地把这笔捐款 用于救助于生命和遏制病毒的传播 Andre Forrest集团对中国和中国的经济的韧性充满信息 他们继续将在城市和发展的道路上继续中国合作 而同时在三月份 Andre Forrest又从中 由于澳大利亚疫情不断的严重 Andre Forrest又从中国购买了90吨的紧急医疗物资 以低成本的价格卖给了澳洲政府 所以说他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 Andre Forrest拥有的FMG 就是Forest Metal Group Forest金属集团的愿景 是成为最安全成本最低和利润最高的铁矿石生产商 作为世界上第四大铁矿石生产商 FMG 在皮尔巴拉拥有最大的矿权组合 拥有并运营着一个综合的供应链 其中包括皮尔巴拉地区三个铁矿矿山 620公里全球最快最重载的铁路 黑德兰港 埃利特港 运营的五个博位 拥有四条 自己的矿船 过去的一年的勘探活动 主要集中在铁矿石的矿权 以维持矿山寿命 及保持核心铁矿石业务的品质质量 FMG 在南澳大利亚和西南卫尔市 由潜力的铜金矿矿权 进行早期成本的勘探 并对多尼潜力较大的早期看待矿权 拥有评补权 矿业亿万富翁 安德鲁 Forest 将出资1.6亿元 购买医疗用品 以帮助澳大利亚 抵抗冠状病毒 同时他还对澳大利亚的社区 体育各个行业方面 树立了自己的公司和自己的良好的形象 Forest先生表示 他如果发现防护设备 或任何政府急需的医疗措施 他将医疗设备 他将以成本价格 为政府和医院进行低成本的采购 FMG集团 也十分荣幸的 自2009年开始成为 中国博鳌亚洲论坛的钻石赞助商 通过与论坛长期合作 促进了与中国合作的关系 13年FMG促进了澳中高层博 博鳌会议企业领导人论坛 旨在加强中澳两国之间的交往 促进双边业务的紧密合作 FMG集团的八条大型矿石船 正在中国的江苏 杨子江和广传国际的船厂制造 FMG集团 刘洛杨 剧团 杨子江和广传国际的船厂制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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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了中信中澳铁矿石项目的特许使用费 一按做出决定要求中信赔偿两亿澳元 同时在未来的30年需要每年向Minerology公司支付两亿澳币的特许使用费 同样是在澳大利亚的前10名的富豪里面同样是做着煤、铁矿的生意 这三个大富豪和中国的关系在过去的10到15年中伴随着他们的成长、合作和一些分歧 甚至甚至上一些官司上也逐渐导致了他们将来和中国的合作关系 一旦有任何合作的机会 我相信应该是在Andrew Forest公司与中国的合作上会有一些新的突破 这就是我在这次继澳大利亚头10个富人的排行榜出来之后 我对澳大利亚矿业尤其是传统矿业 媒、铁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的一个评测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 欢迎和我们联系